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1月12日 省委书记景俊海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讨论拟提请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讨论稿等文件 研究2024年全省民生时事有关安排 传达学习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座谈会精神 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 审议通过吉林省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4至2027年 会议指出要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做出的重要部署 聚焦抗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战略任务 认真起草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等文件 全面客观总结工作实施求是分析问题 科学安排目标任务 巩固拓展吉林稳住上升期稳在快车道的良好态势 推动吉林全面振兴率先实现新突破 会议强调办好民生实事是我们向全省人民做出的郑重承诺 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坚定不移补齐民生短板兜牢民生底线 把好事实事办好办实办下去 让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汇集全省人民 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统筹协调细化分解任务 以五化闭环工作法从严推动落实 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各项民生实事 会议指出要忠实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 结合学习贯彻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 招好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座谈会精神贯彻落实 为吉林全面振兴率先突破 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 有利文化条件 要学思想 助信仰 进一步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 着力提升理论学习质量效果 拓展研究阐释深度广度 增强宣传普及吸引力 时效性 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不断走深走实 要增信心 提士气 大张旗虎做好正面宣传 充分展现吉林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的新成绩 新亮点 弘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建设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要重传承 新文化 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 建立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机制 和文物保护责任终身追究制 积极支持文艺作品生产创作 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把文化影响软实力 转化为文化产业硬实力 要强领导 严责任 坚持党管宣传 党管意识形态 党管媒体 落实落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确保吉林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会议强调 制定实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 对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 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持续振兴 具有重要意义 要强化政治忠诚 政治意识教育 深入实施 助魂赋能工程 和一把手政治能力提升计划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要紧紧围绕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聚焦全省中心任务 有针对性提升干部专业能力 决策能力 执行能力 使干部教育培训 与振兴发展需求充分匹配 要建好各级党校行政学院 干部学院 更新完善教育培训手册 提高教育培训工作水平 为干部队伍建设 提供坚实保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来关注本期的 央媒看吉林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财经频道 1月12号21点58分播出 乡村振兴中国行之 吉林五级书记抓振兴 一居一夜和美乡村 节目通过对省委书记 景卷海专访等形式 全面展示我省五级书记 抓乡村振兴的举措成效 和特色经验 充分展现 吉林省近年来 在生态保护 冰雪经济 现代农业 粮食生产 和美乡村建设等方面 取得的突出成就 为了全面深入了解 吉林省乡村振兴 多项举措和五级书记 抓乡村振兴的地方经验 央视台经频道 乡村振兴中国行栏目设置组 走访了吉林省的山川湖泊 田野村庄 发掘出吉林省乡村振兴的 多个典型案例 记录了省市县乡村各级书记 在当地乡村振兴中的好举措 并对省委书记景俊海 进行了专访 在2017年农村工作会议当中 提出了要五级书记 抓乡村振兴 那么我们想问一下 在咱们吉林娜 咱们五级书记 我们是分别从各自的角度 如何发力来推动乡村振兴的 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制的设计 乡村振兴是我们今后 中共是现代化推进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这样一个重任 就要扛在各级书记的线上 那么作为省委书记 就要按照习总书记的重要的指示 按照习总书记三龙发展的思想 对一个省的乡村振兴 要做总体的规划 要谋偿布局 同时要建立 极力机制 建立推动的政策 要选好人 要用好人 各级书记都尽 知尽质 请立 抓好乡村振兴 需要我们 扑下身子 去 把他研究头 把握准 实际地抓下去 在人材上 在技术上 在资源上 在投入上 要保证 武器书记抓乡的际兴 这件事 能落到实处 产业振兴 给吉林省广袤的大地 带来新的活力 粮食满仓 蔬菜满蓝 生态振兴 让这里水草风貌 鸟漆鱼肥 和美乡村建设 让村庄更美丽整洁 人民生活更加富足 节目以 松原市的茶干湖东部 四平市的梨树模式 沿边朝鲜族自治州 光东村的 河美乡村建设为案例 分别从生态振兴 冰雪经济 现代农业 粮食生产 河美乡村等方面 报道了吉林省 五级书记 抓乡村振兴的 生动实践 今天出版的 新华每日电讯 在新华全媒头条 专栏中刊发稿件 向着建设 汽车强国的目标 奋勇前行 2023年 中国汽车产业观察 报道重点关注了 中国一气 红旗品牌 和长春市 新能源产业布局 体现了吉林汽车工业 为2023年 中国汽车工业 高质量发展 做出的贡献 1月12号 人民网刊发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6个百分点 吉林省归上服务业 重点行业 圆满收官 1月12号 省委副书记 省长胡玉婷 主持召开 营商环境专题会议 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在新时代 推动东北 全面振兴 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省委全会 和省委经济工作 会议部署 聚焦经营主体需求 以经营主体的 感受为标准 拿出创新性 突破性 牵引性的 务实管用举措 破解读点 痛点 难点问题 持续提升 营商环境市场化 法制化 国际化水平 进一步引导 稳定社会预期 提振发展信心 激发市场活力 增强及零 高质量发展 内生动力 会上 胡玉婷 与中省之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 深入交流 讨论2024年 营商环境 优化重点行动方案 研究行动举措 部署下部工作 胡玉婷指出 优化营商环境 是永不竣工的工程 只有更好 没有最好 要充分认识 营商环境建设的 重要意义 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作为吉林高质量发展 可持续振兴的 重要突破口 牢固树立 争先见位 不甘人后的意识 持续解放思想 深化改革 转变作风 破除惯性思维 强化目标牵引 结果导向 聚焦读点痛点 倒逼推动 政务服务更便捷 市场竞争更公平 更可及 让广大经营主体 可预期敢投资 提高经营主体获得感 要坚持 把营商环境提升的成果 体现在引导社会预期上 针对企业诉求 完善解决方案 推动各项政策举措 从政府端菜 向企业点菜转变 确保各项政策举措 发挥应有作用 解决实际问题 要加强问题分析 聚焦企业最不满意之处 最急迫解决的问题 进一步明确 政策创新点 形成经营主体兴奋点 培育经济新增长点 更大力度推行 不见面审批 一网通办等 让企业少跑腿 零跑腿 确保更多事项 实现办事不求人 对标先进地区 持续提升快办标准 优化办事流程 提升政策服务效能 增强企业办事便捷性 把握好价值判断和技术判断的关系 坚持多踩油门 少踩刹车 多设路标 少设路障 学习好经验 好做法 聚焦经营主体普遍性诉求 出台更多激励性政策 废除一批约束性收缩性机制 更好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把数字赋能 作为营商环境建设重要载体 加快补齐数据应用 在政务服务方面的短板弱项 拓展大数据 AI等先进技术应用场景 持续推动政策透明 规则透明 要创新管理理念 强化省级调度协调组织 统筹设计行动方案 机制流程标准 发挥行业部门主体作用 针对核心问题 出时招出硬招 加强解决风暗评估审核 确保效果可量测可评价 把经验成果 总结固化为长效机制 坚决打赢 优化营商环境 这场持久战攻坚战 李国强参加会议 1月12号 东北青年米商发展大会 在长春市举行 此次大会 共有来自8个省份的 400多名青年米商参加 旨在增进青年米商之间的感情 深化友谊 加强交流 向全体东北青年米商 发出爱拼感应 共谋发展 振兴东北的倡议 希望广大青年米商 能够重新认识东北 推荐东北 深耕东北 通过不断参观考察 爱上这片黑土地 并来到这里投资新业 共同为东北全面振兴 贡献力量 下一步我们也将加强沟通协调 共同落实好这次大会的精神 动员和带领广大青年米商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吉林省福建青年商会 成立于2014年10月 目前 商会共有会员企业243家 主要涉及农业 工业 信息技术等领域和行业 四平市铁东区 紧扣主题主线 聚焦乙学促干 知行合一 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取得成效 位于四平经济开发区的 年产1000吨黑豆油建设项目 在建设一室就被纳入 全区重点调度项目清单 四平经济开发区 通过项目审批 领办代办 协调相关部门 解决项目推进中 遇到的具体问题 为企业提供全过程 全要素保姆式服务 我们项目建设初期 遇到了资金问题 政府相关部门 积极帮助我们进行融资 使得我们的项目 得到了顺利推进 目前项目已经投产打销 四平首个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即夜鹤汗改水项目 在四平市铁东区的 全力推进下 已完成6000亩建设 并喜货丰收 通过汉地改水田新模式 将低效田变为富饶优质田 有效增加了土地产出 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益 我们项目在前进谋划 土地流转等方面 铁东区政府给予很多帮助 使得项目顺利推进 项目主体工程 预计5月1万块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四平市铁东区坚持把推动发展贯穿始终 聚焦项目建设 招商引资 产业发展 持续发力 通过实施重点项目专班推动 项目审批 协同服务等多种措施 扎实推进 新建续建项目取得新突破 65个在建项目工期 平均缩短一个月 累计投资22.5亿元的26个项目 完成立项审批 45个重点项目顺利推进 14个项目投产达校 谋划储备重点项目124个 总投资754.64亿元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我们四平经开区 围绕主导产业 抓精准招商 围绕五个基地 抓平台建设 在项目建设具体过程中 我们通过州调度例会 仔细梳理项目存在的 难点读点问题 促进项目早开工早达产 近年来 由吉林大学和中国一气 联合挂牌成立的 产学研融合发展创新机构 极大宏集学院 持续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 促进优秀高校毕业生 留省就业 这几天 吉大宏集学院的学生们 正在讨论他们自主研发的 巴哈越野赛车的性能 他们将带着这款赛车 参加今年举办的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巴哈大赛 曾经在这里学习 如今已经到中国一气就业的 朱可夫 正好回到宏集学院 看到师弟师妹们在热烈讨论 他马上加入进来 在宏集学院培训期间 智能网联开发院各部门老师 亲自为我们讲授 宏集品牌的技术前沿 让我们在补充专业知识的同时 也对未来部门及专业的选择 有了一定的参考 同时也让我们在校学生 完成了技术研发到产品研发的转变 吉林大学 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专业 颜三学生赵恩培 一年前考入宏集学院 一年前考入宏集学院 如今已经与中国一气正式签约 今年毕业后就将入职 在学校的学习更偏重于理论基础研究 在宏集学院的学习更偏向于执建 能够帮助我更快地融入工作岗位 吉林大学宏集学院目前开设了智能网联班和新能源班 声援涉及吉林大学计算机 通信 机械 汽车 化学 物理等20多个学科门类 充分体现了学生来源交叉分布 面向企业需求动态调整的教学特色 学生不改变原专业培养计划和行政隶属关系 在周末或假期 由中国一气研发总院一线项目专家授课 并带领实践 我们对学生的培养分为校内和校外两个部分 课程内容也会随着中国一气的研发进展 逐年的更新 毕业后学生可以免试直接进入一气工作 同学们报考红旗学院的热情是非常高的 截至目前红旗学院累计培养400多人 其中300多人入职中国一气 或与中国一气达成签约意向 红旗学院智能网联班 也获批吉林省首批 紧缺人才培养定制班称号 被纳入吉林省政府重点项目 下一步我们将跟一气联手 继续打造这个平台 扩大招生规模 同时培养更多的紧缺专业的学生 进一步为吉林省为一气 提供更多更好的优秀人才 今天的岸上吉林之极有回乡记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 回乡创业的90后吉林小伙 杨瑞 十年前的我想走出去看看 十年后我回来了 发现吉林省的营商环境 和我认知中有非常大的变化 这更加坚定了我在家乡发展的信息 他叫杨瑞 老家在辽远市 2013年他离开家乡出去打拼 辗转于广东 新疆 湖南等地 虽然事业蒸蒸日上 但心里总有一抹家乡的情愫 挥之不去 有机会回家发展 杨瑞很激动 但要突然放弃稳定的事业 从零开始 他还是有顾虑 于是决定先进行调研 这期间 杨瑞第一次 以投资创业者的身份 再次回到家乡 重新认识家乡 我回家乡调研的时候 对比我们辽远的发展 以及说我走过的省市 对比之后 感觉家乡是有机会的 2023年4月 杨瑞带着团队和设备 回到家乡投资建厂 在当地政府的大力帮助下 企业顺利落地 政府给了我们场地的支持 引注代购 然后给了政策上的帮扶 我们从注册公司 到相关的证件办理 都得到了封管领导 和包保领导的 重点的帮助和支持 企业成立后 人才问题随之而来 此时当地又给了杨瑞 不小的惊喜 我们当地有一个东风子高 给这些大专生 提供一些就业创业的平台 一个机会 也给我去选人用人 培养人的一个大本营 这是对我创业的未来发展 很有帮助的 有了多方支持 杨瑞的企业成立仅半年多 拥有的专业技术人才 已超过60人 厂区占地面积达到3万平方米 生产加工的新能源碳纤维制品 销往全国各地 这是我们现在公司生产的产品 成品 这是碳纤维保温展 是市场上现在是做得最宽的 一共市场呢 现在是光伏领域 还有半导铁 还有高温炉设备厂家 如今杨瑞还在忙碌着 今年上半年 他的企业就将正式投产 届时年产值将超过1亿元 也为当地带来超过200人的就业岗位 他是杨瑞 这是他的故事 希望能给你一个爱上吉林 回乡创业就业的理由 吉林省将于1月30号至2月3号 在白山市静雨县 举办首届中国吉林松花江 滑冰马拉松挑战赛 今天起本栏目在热血沸腾专栏中 开设魅力松水竹冰踏雪 聚焦首届松花江滑冰马拉松挑战赛 紫专栏 首先一起实地探访这项赛事的筹备情况 冬日的松花江生态旅游区千里冰峰万里雪飘 在景区的冰面上 滑冰马拉松挑战赛场地布置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工作人员在测量布点 为后续的清兵环节做准备 信场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入场布置前 相关单位要对赛道的冰制进行实地踏查 在赛事赛道建设上 我们前期也进行了多次的踏查 对赛道的整个路线 动线设置也初步完成 现在对赛道的各个标点都已经做了标记 并且聘请了专业机构 对赛道几次进行实地的踏查 丈量布点 本次挑战赛 以魅力松花江逐梦冰雪情为主题 包括冰雪马拉松挑战赛 雪地自行车马拉松挑战赛 冰上龙舟超级联赛等十项内容 借助滑冰马拉松赛事的举办 我省还推出十项冰雪体验嘉年华活动 全面打造松花江冬季全域冰雪文化品牌 为了迎接龙年春节的到来 挑战赛的文旅板块还设计了 吉地过年 吉祥如意过大年活动 在静宇县应山洪广场码头 工人们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景点搭建 渔越龙门大滑梯脚手架搭建工作已接近尾声 木邦部落市集雏形出现 红色文化雪雕群正在加紧造雪作业 目前我们现场的工人有将近600人 现场施工基本上7成24小时进行作业 我们计划是在本月的20日 完成整体工程的90%以上 在25日进行试营业 通过举办滑冰马拉松 将对我省普及和推广群众冰雪运动 持续巩固和扩大 带动山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 起到积极的作用 同时打造我省冬季赛事品牌项目 以赛事为媒 吸引更多冰雪爱好者 游客来到吉林 玩在吉林 在有吉之地 感受吉祥如意 中五年的浓烈氛围 连日来 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严吉 享受冰雪激情 体验民俗乐趣 严吉新时代文明志愿者们 为游客提供温暖周到的服务 成为了一道靓丽风景线 东日的严吉银装素果 凭借特色旅游资源吸引各地游客 纷至踏来 在严编大学网红墙下 在朝鲜族民俗园内 严吉新时代文明志愿者 为游客提供交通引导 路线指引 协助拍照等服务 并积极推介严吉特色景区 民俗风情和民族美食 志愿者们专业高效 热情周到的服务 让志愿栏成为了行走的严吉名片 为我们的广大游客提供热饮 游咨询等服务 希望通过我们的服务 能让广大游客感受到我们的热情 希望通过我们贴心暖心的服务 温暖到每一位游客 觉得严吉是个挺温暖的城市 我觉得严吉是一个非常 有人情味的城市 刚刚也收到了一个热茶 真的是一件很温暖的事情 真的很喜欢严吉这个城市 严吉很暖 我们还会再来的 希望大家带着这份美好和感动 回到家乡以后 也成为志愿服务的积极参与者 传递社会文明风尚 建设美好生活 今年以来 严吉是组织近千人的志愿者队伍 服务市民游客48000余人次 让更多人来到严吉 了解严吉 爱上严吉 夜幕下的燎原 流光一彩 美不胜收 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计算是 嗯 哦 哦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